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炒卵维生 今天有雷晨 因为星期三 市现在升起156点 想破位 24614点的位置 高位在24621点 差30多点就会破上次的高位 找雷晨看看有什么来买 雷晨早晨 早晨 你好 市场昨天一夜玩了 昨天上升到24400 今天已经是因为美股做得这么好 亦想破位 雷晨有什么推介给大家呢 先说上次星期日 上次讲的是390 因为我都不知道市场是否真的会上 买一些褐反弹的股 其实这些股股就不太跟上 看到暂时的基建股 市场上来都是升一些金融股 还有大股 其实它的价钱也有上的 昨天也有上六个七个多的 嗯 但是 我说的是20319呢 其实看到它 如果加上价限呢 应该也会有户籍的 嗯 但是它好像那些股股就调回来 不太跟 嗯 所以现在都是和和的果 是 四鲜九 是啊 都是跟上次差不多 价钱 嗯 嗯 其实 有时候有些白行窗 又是大家买下去呢 是 是 是 經驗之谈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哪些好些哪些不好 是 就是 所以 所以 因为 是的 不过 我那时候推就 因为 始终这些小一点的股 不是说真的有那么多适合的 轮件 嗯 所以 都是试一下 不过如果 有些价位可以平手的 我宁愿就 换一只 就是 因为见到它 市场大升 几百点 它定股都不是说真的很好闲 嗯 那么 免得和它再拼搏 嗯 好 那今天呢 你会留意些什么呀 好啊 其实 市场就 好像挺好的 是 但是 你见昨天 但是 呈交都只有七百多 接近八百 嗯 因爲 始终之前都讲过 它现在升 主要是外围 气氛好了 就是说大选那些东西 发觉 但是其实 之前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之前 凡是一些政治因素的升市 嗯 那时候就是跌市 正式因素的跌市 嗯 无论是脱欧 或者是特朗普上台 那些都是很短短的 嗯 如果这一次 因爲这件事情 而大升我不好相信 是 是啊 所以和成交不是很配合 再加上下个星期 香港又有另一家 是 是 一号三号 是啊 变了我就想 试一下 插一下 那些三八八 是 哈哈哈哈 刚才他说 插三八八 我刚才说买三八八 不是玩的 插什么 是 13284 13284 13284 是 为何要插三八八呢 其实你开一下三八八的图 就是看一下 是 大市的图 你都见到它是 暂时计算是偏弱一点的 嗯 它 市的建议 现在都在上上市的高位 是 二千多的高位 但是它和 就是三八八的高位 差很远 差十元 嗯 变了 其实 因为每一次大市 如果过千的成交 游升市 对它来说 刺激是大的 嗯 但是 始终现在有些 好像一些 筆水又 不知道在那边 停了 静了少少 你说完全不见 又不是的 可能炒一些个别股 刮一下刮一下 嗯 而且现在的市场 很大程度上 都是靠腾讯顶住 是 是啊 是啊 如果 如果你成交 不是 可以继续上 它 变成了 如果市场 再加上 会回一回 如果 我就 不太 就是过分乐观的 可能会回一回再上 都不奇怪 嗯 所以 就可以 玩一下 好 它说 沽下来 让我买一百九十元 是啊 是啊 一百九十元 给你买 一三二八四 现在一毫零先半 有忠实观众说 你每一只推介都很棒 赞一下你 你可以多谢一下他 哈哈 哈哈 现在一毫零先半 一三二八四 那玩多短啊 是不是看一九零就 立刻吃糊啊 哇 那下去 如果去到一九零 都应该都 挺和美的了 挺正的 3元的 挺正的 一九零都可以吃 一九零 你又入市了 你入市 那当然要立刻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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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得多少 哈哈 激死 我想十多个%上落 大家 自己看位 是啊 就破位了 一百八十一点 一百八十一 你说上次的高位 是啊 二四六五六 是恒指还是期指 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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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买轮是看期指的 我知道 是啊 六五六未到 未到 刚才是二四六三八 差十八点 应该不穿的 我猜 应该不穿 是不是 大家开门 我先看看期指 期指就是 二四六七八 期指就是二四六四五 刚才都差二十多三十点 看看会不会真的 破不破 可能破破又回 你怎知道 杀了一批 我现在最怕是 图 弄个箱顶 那就糟糕了 切记不要啊 是啊 这样就很臭 很臭 我不用等法国大选 回来都要沽 而且明天期指结算 不知是否今天 那些好友 尽他们的努力 支持这一口 才下 都不支持 因为 两三日 其实你悶了半个月 是这两三日才开球 所以 都不知是否真的 但没办法 在市场都是拼搏的 我觉得有时 大家看什么方向 好了 跟雷晨聊到这里 我们看看 今天是否等到破维 先 跟你聊到这里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一三都放假 我看来 我们的炒卵维生 没什么缘分 不 都是要约星期四 你放心 不要打算缩细 是 今天是星期四五 我找笑编跟你聊天 多谢雷晨 拜拜 好 故事到接近11点钟 星期六十六点 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二点的位置 答应大家 先回答 有朋友问三五四 其实我昨天都说过 软件股里面 我自己比较喜欢金山软件 三八八八金山软件 而现在最新二十一个八毫半 就不动 三五四就是第二个选择 会比凌天和金碟 都来得比较好些 三五四 现在四个七零三升 就是百分之一 其实你见到 那些小只的科技股 都有走上来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中国软件 但是它的炒味 比三八八更加浓 不过我自己 就对它的股性 不够金山软件那么熟 所以我很少推介中国软件 其实都是好东西 如果你忠诚这一只 可以留意多些 其实它差不多 都算是强势的股份 现在它仍在高位陪会 如果你喜欢这一只 我觉得抗这一只都OK 那上网多少 上网我真的不知道 他这一只 我先看看情况 其实这半年 现在已经创了这半年的高位 唯有用整数位慢慢看 5元5.5元 先看看 好 接着看看 622 2毫1,500 买的威华达 现在赚钱了 现在2毫2,700 上升大约2 在低位上升 下一个位就要看2,500 大家常买豪指股 但又不记得 2毫2,700 下一个位就是2,200 因为是逐格逐格跳的 但到2毫半之后 是跳5格 2毫半之后 就是2毫5,500 接着就是2毫6 这样上升 小编知不知 小编知不知2毫半之后的变化 是吗 新手是不会知道 你跳完一格之后 是会跳5格 你回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以到2毫半 接着2毫5,500 1毫半的位置是会徘徊一会 因为你一跳就5格 你比之前逐格逐格 是有影响在 这是规定来的 不是我作的 是规定是这样的 所以下一个位置就是2,500 通常如果给我 2,400多都走 赚到就会走 它本身的业务 我真的不是非常熟悉 也没有推介过 但如果纯粹用图表 来帮你去计划 就是这样 978 这位用花胶的 他用花胶的Facebook 来问我东西 很搞笑 我看看你这间 是否值得买入 这个花胶海尾 978 之前我都答过几次 近来短线的目标 就是1.5 2次上到1.47 他都不上 都是整数关口 比较令人难搞 今次他再不升穿1.47 就会变成3个顶 再不升穿 就吃虎 先走了 升穿的 你不就继续放 只要 唯有是这样看 但是过意 一个2.5 是一个推介 赚钱 不用太担心 另外 102 朋友继续坐 跟我的命运是一样的 命运能选择 2.06 我没有理会 已经 不理不望 我觉得要捏一个月 不望 等到6月 我才去留意 我是有很多的 继续看 网龙 777 22元 跌后半截 网龙 如果你说 这么多个科技股 都相当难搞 上次我都是指舍离场 指舍了1元多 之前有些朋友 在我Facebook 不断推介网龙 其实不知为什么 他们不是问问题 自己推介 是这么搞笑 完全未出到一个小 可以买 目前看不到 依然在出阴烛 市场在上顶 都出阴烛 我就不会考虑 底下 上次会在21.45元 如果你要做止舍选择 就考虑在那个位置 接着 751 不知是否大家买了 不管 5.2 叫大家吃糊 都没有留意到 现在就捱着 短期底可能都见了 4.36元 如果之前没有出 唯有 我现在叫你沽也不会 唯有捱上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877那里 我再说一次 毅力刚才小炒仓 就沽了 因为穿了5.25元 配股价就严手止舍 我刚才沽了1柱 我沽了我不会叫你买 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问 可不可以在刚才那些位置骂 我沽了我就不会叫你买 因为我做了一个沽出的动作 我叫你买 即是叫你接我的货 虽然已经过去了 所以 我沽了我不会叫你买 所以就回答不了你 24小时之后问我 大家可以这样去留意 我沽了 我没理由叫你买 即是我叫你买 我不会立刻沽 这是纪律问题 所以就告诉大家 如果不是 会神经错乱 另外 358进入没有 358 未有势 真的未转势 要和3993同时转势 才可以考虑 那我就不会在这里买些 未有势的股份 因为强势股 而现在市场正是炒强势股 A股式炒股 可能要摒弃以前 一些大家炒股的方向 你现在要融入A股的想法 只是炒那几个 你就不停留意那几个就算了 其他那些未有势 人家A股的内地富豪 摒弃了 你突然撿回去 它是不走就不走 刚才的毅力都说得很清楚 我都同意这一点 因为试过几次伏了 难道还伏吗 所以炒强势股 就不要搞其他 已经11点了 谈到这里了 恒指升171点 24624点 如果我未回答你 不要紧 你可以WhatsApp我66334386 我会专人录音回给你 兼须明天可以继续留意 都可以问问题 明天再见 拜拜